我們就開始來DEMO今天的那個撥片的部分 第一片是你們撥片盒的第55片 這一片有唾液線的三個切片 就是耳下線、焊下線跟舌下線三個剪體 三個唾液線的切片 大家我們先低背來看一下 在低背底下大家先比較三個拖曳線的切片的一個形態 組織學的形態 這是第一個 我先不公佈答案 它是什麼大家先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往旁邊走 這是第二個 大家有沒有一點感覺兩個拖曳線看起來 顏色上深淺差很多 有沒有 好再來看第三個 有沒有發現這一片藍色更淡 好所以從剛剛的第一片到這一片 就分別就是耳下線、焊下線跟舌下線 OK所以像這一片是舌下線 那因為它的黏液性的腺泡細胞比較多 雖然它是混合式的脫葉線 但是 黏液性的腺泡細胞比例比較好 所以看起來淡染的膚度會比較高一點 會比較多一點 那再來這個是漢下線 一樣是混合式的腺泡 但是 僵硬性的腺泡細胞比例 還有免疫性的細胞比例多一點 所以 看起來 還是有很多深淡的地方 然後再回到剛剛看到的第一片 這個是耳下線 所以它是全僵硬性的脫葉線 就可以發現它整個腺泡的地方 就是實質的地方 都是深染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 就算在剛剛那種貝利品下 問大家說 這是脫葉線的哪一個 腺體應該拉分得出來 好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低背的狀況下 先看一下它的一些結構 然後 我們現在指針指的這個比較淡亮的地方 就是有脫葉線外面延伸進來的隔半 就是結地組織 把脫葉線進行切割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是結地組織 然後就把它叫做 Sectum 就是所謂的隔半 中文漢語叫做所謂的隔半 所以這些位置 都是 所以旁邊這個 空白的地方也都是 好 然後再來在下面的地方 以這個結地組織來講 以這邊的隔半來講 中間就出現了一條管道 好 這一個管道就是所謂的排泄管 OK 所以其實在排泄管在 低背底下其實就蠻好的 甚至像下面這一邊的管道 這個都是所謂的排泄管 OK 好 那再來 我們就來看 在隔半中間深染的這些位置 就是被切割成一頁一頁分頁的這種狀況的這些位置 這個就是實質的部分 還有HIMA的部分 好 裡面就是所謂的 有所謂的線泡 跟小葉內管 這兩個部分所著稱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 這個實質的部分的一個結構 好 如果稍微倍率放大一點來看的話 好 在這個倍率其實就可以看到 在實質的地方 就有很多這個一個一個的線泡 以及這種一條 一條的這個管道 所構成的 那這邊看到的管道 像這些管道 其實大部分是所謂的文管 大部分是所謂的文管 所以我們大概倍率放高一點 再來去區分文管或入管的一個構造 那我們倍率慢慢的放大來看 好 所以以拓葉線來講 我們來看它實質的部分 中間這裡就是一個一個的線泡 所以像這裡就是一個線泡 像旁邊這個也是一個結構 不過我還算完整 只是它沒有切到管牆的一個線泡 OK 好 然後旁邊 這一些 都是文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文管 這裡有一條文管 這一條也是文管 好 那 這裡 有一條 被切得很亂的論管 但是我們就 因為切的狀況不理想 我們就不要去認它 然後再來 這裡 有所謂上皮結構更複雜 實際上這個已經是排泄管了 以這一條 它的結構 上皮結構比較複雜 或是單層柱狀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微負層柱狀狀況 這個是排泄管 好 在這一邊 我們就可以稍微留意到 這裡有一條 小一點的管道 所以其實這是一條論管 我們把倍率放大一點來看 好大家就可以 去區別一下這一條 跟這一條管道 以管腔來講 論管的管腔 好像只能塞得進一顆細胞核的感覺 OK這是第一點 好 第二點 論管的上皮細胞是這一種 立方形的上皮 OK 所以這一條是一條論管 當然它這一側 這一側沒有切得很好 我們待會往下可以找 切得可能比較好一點的論管 然後 文管來講 它的上皮 就變成這一種 柱狀的上皮 柱狀的上皮 然後下面 會有所謂的基底很穩的一個狀況 OK 好 甚至像這一邊 在右上角的這裡 所以 這個是一條比較被重切的這個肉管 這是一條比較被重切的肉管 那它不是很典型 就比較特別去變成它 那中間這一邊 當然都是醫院儀的線泡 那典型的僵硬性的線泡細胞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細胞核圓圓的 圓圓的 大概是中央偏底部的位置 大概是中央偏底部的位置 OK 再來我們來找一下 剛剛提到的比較典型的肉管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一條 這個剛剛講到它是排線管 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是一個尾腹層柱狀的管道 當然它切的沒有很典型 就是 它不是切在很典型的一個橫切 但是 這一條就是一個比較典型橫切的狀況 它是一個尾腹層柱狀的管道 所以這是一條排線管 這是一條排線管 然後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要去辨別它的位置很容易 只要發現 它是在隔板的地方的管道 然後上皮的結構 是比較複雜一點 大概就是所謂的排線管 好 那我們就往下找 看看有沒有辦法找到 比較典型的一個 熱管的構造 這裡還有一條 它的左側很典型 這條管道的左側很典型 是熱管的一個形態 或者是像這一條 也是一條很典型的熱管 上皮是立方形的上皮 中間的軟腔很小 這是熱管 下面的這些管道 這一條 這個是熱管 這區因為是被 切到管壁的狀況 這個大家就不要去認 如果要認比較典型的 這個可能好一點 這個溫管可能好一點 就是中間是它的管腔 然後在右上側這邊 切得比較典型 就是單層柱狀的一個結構 OK 好 如果 再往下看的話 好 這裡有一條溫管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其實它下側這邊也不是切得很完整 不過上面這邊切得還OK 就是 單層柱狀的一個上皮的一個構造 這是一條溫管 那其他的溫管的一個地方 都像這些溫管 這些管道都切得不成典型 我們就不要 刻意去 辨認它 這是一條比較重切的溫管 這是一條被重切的溫管 OK 好 所以以管道來講 在耳下線 就是溫管、任管、排泄管的比例差不多相當 所以都 比較容易可以找得到 所以大家在任管道的時候 可以優先從耳下線去找 所以以這片來講 任區分三個管道有沒有問題 OK嗎 好 再來我們就往另外兩個線提走 好 這個是漢下線的切片 漢下線的切片 那我們在高背底下就可以看得到 以管道來講 以管道來講 在小葉小葉之間的管道 幾乎都是溫管 幾乎都是溫管 潤管的比例變得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就 不刻意從這一邊去找 論管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邊這個線炮 中間剛好可以看到 這個線炮的管腔 這個是這一顆線炮的管腔 那構成這個線炮外面的這些細胞 就可以發現 它是混合式的 有這種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它的細胞核會被壓到底部 像這一顆 細胞核被壓到底部 的一個狀況 好這是 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好 但是它的外圍 這邊 有這種 僵液性的線炮細胞 OK好 所以這一些細胞 就是僵液性的線炮細胞 這個構造 就叫做僵液半月 OK 好 那如果再找另外一個線炮來講的話 像這一邊 有沒有完整一點的 這個僵液半月結構比較完整 像這個 就比較有完整的半月型的構造 中間這些是比較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OK 所以 如果在這個 條件下 大家至少要區分的出說 像僵液性的線炮細胞 跟這種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比較有差 OK 好 再來我們進入第三片 好 這個是舌下線的切片 實際上這一片的切片 如果大家去看這個紋管的基底橫管 在這一片 會比較清楚 這一片會比較清楚 大家可以發現 這些都是紋管 那它在重切 或像這個橫切的地方 它的細胞 上皮細胞的底部 都有比較多的橫穩 或者像這一條管道 這條紋管的基底橫管 就還蠻清楚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線炮的地方 以這個線炮來講 它還是屬於一個 混合式的線炮 為什麼 雖然它大部分是這種 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個是線炮的管腔 這個是一顆黏液性的線炮細胞 這是細胞的底面 底面的細胞核在這裡 但是外圍這一邊 這個是屬於僵硬性的線炮細胞 當然它不能